薛瑞亲自录取了几个与湛雪园相熟的学生口供 确定湛雪园在遇害前一天晚上 没有回湛家在京城的别馆 而是独自留在了女社过夜 另外藏书楼的守门人 曾经见过湛雪园凭借院士签进入顶楼 负责在院内巡逻的护卫 则一致表示 案发当天的凌晨 没有在载道楼附近看到什么可疑的人物出没 除此之外 再无别的可靠线索 而这当中最大的两个嫌疑人 发现尸体的那个仆役 还有藏书楼的守门人 又都有人可以证明他们不在场 那个守门的已经五十来岁了 看上去就不像是个能抬得动人的 那个扫地的仆役 却是个精瘦干巴的小子 于是这又成了一桩悬案 薛瑞这天早上来到了太史书院 随行的只带了一名普快 他进到藏书楼中 慢慢的从一楼转到了三楼 每层楼上都摆放着整排整排的书柜子和书架 凶手想要藏在当中 不被发现 简直是太容易了 按照他的推测 战雪原是天不亮的时候 就偷偷地潜入了书楼中 然后被提前藏匿在某一只书柜后边的凶手 从背后偷袭 以绳索勒死 再将他的尸体背到楼下 投入井中 以此延迟被人发现尸体的时间 从而寻找脱身的机会 这当中疑点有很多 比如藏书楼门外游锁 钥匙在守门人内里 每天晨时过后才开门 允许学生入内 战雪原是怎么悄无声息地进来的 又比如 战雪原从何处得到了景臣的院士签 他鬼鬼祟祟的到藏书楼来 是想找什么东西呢 这些疑问 似乎只有死去的战雪原才能解答 但是薛瑞知道 同曹又龄遇害的经过相同 战雪原也是被凶手或是同伙 利用什么事物 引诱到案发地点再进行杀害的 这前后的两起凶案 凶手都谨慎得可怕 没有目击证人 案发地点也被收拾得整齐干净 地上连一个脚印都没有留下 完全查不出战雪原临死之前在找什么 所以薛瑞才能肯定 掉落在井边的院士签 不是凶手在搬运尸体当中不小心遗落 而是他故意留下线索指向了井臣 这一次却不是栽赃嫁祸 凶手的意图是在于告诉那些知情人 他杀人是冲着大安货子去的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段 皇上一旦耳闻 不可能不着急上火 最大的可能就是尽快安排井臣和于叔的婚事 这么一来也就完全暴露了于叔 谨慎 聪明 还有自信 薛瑞揣摩着凶手的特征 脑海中描绘出一个模糊的形象 眼中不停的闪动 竟有些兴奋起来 都说是棋逢对手 降育良才才是人生的快事 对他来说 遇上一个聪明狡猾的凶手也是难得 大人 有什么发现了吗 普快期待的问道 因为这起案子 他们几个兄弟几天 没能好好的睡上一觉 薛瑞站在三楼窗边向下看 正好望见了那口井 转头对属下说 这书楼里里里外外都检查过了 没有旁的可疑之处 等到明天便撤了尽力 不必再派人守在这了 这 是 薛瑞又转回身 一扫眼前 层栏叠起的书衫 眼中的墨色翻动 心道 哼 你且藏好了 等我来抓你 于树去了一趟新建城的靖王府 在那里见到了刘潭 他原来是当着刘潭找了借口 想要拉拢他这个秒灵使者 谁知道人家真是让他来相看宅院的 从头到尾都围绕着风水勘于 没有多说一句题外话 于树也没有白来 靖王府的风水 不用说那肯定是好的 公布出人出力 四天间则派了两位精通宅学风水的大议师 参与设计王府的勘于图纸 标准的福祉豪宅 一丝不错 他这一趟观赏下来 大小庭院有刘潭从旁解说 倒是不费力气偷学了两手 当然刘潭也只是领着他看了外院的布置 内院是不会让他进去的 连房以为 本王这靖王府修造的如何 王爷找我前来 却叫我见拙了 论及算术 安林城没几个能比得过我 可是 要说这风水学问 我是给几位大师提鞋都不够呢 自打七夕那一回后 他在刘潭面前 就没故意装得那么申疏客气了 毕竟是他闺蜜未来的夫婿 只要刘潭别想着招揽他当小弟 不妨就和和气气的 刘潭微微的笑道 可你那呼风唤雨的本事 天底下都无人会的 哎呀 也不能这么说 还有我师父呢 令师伯已是神仙中人了 怎可与凡人相提并论 王爷在龙虎山上修养 见过的老神仙还少吗 我常听人说 那盗派的老真人 有的活了几百岁呢 哼哼哼 哪里有几百岁的长寿 石门长老中年纪最大的 去年才度过九十九岁的高寿 于说很想向他打听打听 龙虎山上的事情 但又怕刘潭敏锐察觉到什么 于是就把话题扯到了别的地方 两个人闲聊了几句 有仆人过来而语 刘潭的神情变化了一下 转头对于书欠然道 啊 本想请了表兄 同你们一起午膳 尝一尝南方今早送来的活鱼 不巧有些急事 本王得出门一趟 王爷有事且去 我这便回去了 左右大哥正在查案 怕也抽不出空来与我们吃喝呢 这就请辞了 刘潭本来要亲自送到大门口 于书推具 被管事地送了出去 他这一走 刘潭便皱起眉头 扭头问那仆人 你把方才的事再说一遍 那仆人垂着脑袋道 有人昨天晚上 在前缘街一间橱馆中 见到了十一皇子 刘潭的脸色殷勤不定 在前不久的钦差无头案中 刘毅不抵宁王狡猾 被赵姓皇帝一怒之下 撵出了京城 这才几天的功夫 人就抗旨跑回来了 宁王呢 这回还老老实实地 待在宁王府中面壁吧 主子 让人去别馆 请司徒先生来 是 再让人 去前缘街上盯着 确认一番 第二天 静王府 乔迁喜宴 刘潭在双阳会后 被封为静王 王府建成三个月 为了今天宴客 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筹备 于书来的有点晚了 四天间离静王府是不远 他却先要回望基楼 换下官服 再坐了车来 考虑到如今身份不同 于书没有做寻常女子打扮 而是一袭的姓黄长衫束带 腰间佩戴着香囊玉坠子 足灯了半靴 头发高高的竖起 露出了天庭 直挽了一根葫芦玉簪 略染了眉带 这一般的干净利落 倒比他穿起长裙 披挂的显得精神好看 王府大门外 早早地张落起了红灯彩绸 门前车马是络绎不绝 甚是热闹 于书没有与谁同约 在大门口倒是遇见了一两个 四天间的义官 只是点头之交 但他眼下是身负盛名 便是不熟 也多的是人乐意上前攀谈搭话 不管他的回应是冷淡还是热情 进了宴厅后 这些人便不好再跟着他 因为作息不同 于书被园中迎客的管事 亲自领到了一张圆桌上 不意外看见了许多熟人 正有一个人高声大看 当时啊 整个风庆宫是鸦雀无声 就听到四天间那一边有个声音呵斥 是欺负我们四天间没人吗 我这就让尔等见一见真正的呼风唤雨 众人回头看 你们道 是谁站出来了 这一桌坐的都是些家事想特的年轻人 薛瑞人没道 冯赵苗一手举着一根银脑弹筷 晦身晦涩地讲着最近金钟茶馆酒坊正流行的段子 全然没注意到从他背后走上来的余书 可是其他人看见了 有人忍住笑没有提醒 也有人开口唤道 连方姑娘 对 冯赵苗一筷子敲到了桌面上 兴奋道 可不就是他吗 余书挑了挑眉毛 好整以侠地缓起臂膀 就站在冯赵苗的身后不吱声 等着听他说下去 哎呀 要不是我爹亲口告诉我 我哪儿信啊 哎 连方我们大家都认得 你们谁能看得出来 他有那样的神仙手段 我跟你们说号 我刚认识他那会儿 就觉得他是个平常人 没什么名气 没什么家事 那模样 瞧着说 也说不上激流 眼看着冯赵苗是越说越不靠谱 桌上总算有好心人咳嗽了两声 打断了他 起身冲着他身后笑道 鸟灵使者来了 我们等着你好一会儿了 快坐 这说话的是老好人齐明兄 跟着桌上几个人都起身打了招呼 不是他们有意拘谨生疏 而是虞书身上这个热乎乎的遇刺封号 的确是管用 冯赵苗僵着脖子转过头来 看到立在他身后勾嘴含笑的虞书 打了一个机灵 赶紧站起来 哈哈干笑 哎 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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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来了 瞧瞧 说话都不利索了 虞书也不理他 与众人点了点头 静字坐到了他身边的空位上 边上还有一个位置 正好留给薛瑞 四周不少人正悄悄地打量着他 甭管见没见过 都方从齐明修的话中 知道了这个仪态大方的年轻女子 就是皇上清风的那名 渺灵使者 说呀 怎么不接着说了 虞书歪过头 笑眯眯地对冯赵苗说 啊 原来我过去在你眼中 不算个机灵人呐 冯赵苗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的赔了个笑 拿起酒壶给他争了杯酒说 哎呀 我那不是随口说吗 哎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这杯酒算是我给你赔罪了 虞书当然不会往心里去 冯赵苗要是个孬种 薛瑞怎么会与他身交 于是 接了他的一杯酒 性眼当中流光一转 抖袖遮口 仰头瘾了 千细的颈子上 弯起了一道壶 汉奸半条 姿态是说不出的漂亮 在座不乏少年人 看得发愣 一桌人 入眼余书如此光景 心情有些复杂 就在几个月前 这小女子对他们来说 不过是受了薛瑞的照顾 虽然面上与他客套 其实不知已故 谁曾想现如今 就连他们都要礼让三分了 这也只是旁人一愣神的功夫 瑞玲便举起了杯子道理 来来来 主人家还没到 我们先借个地方 恭喜联防霍峰 什么时候 金印侧下 你白酒宴席 可别忘了叫上我们 沾沾运气啊 小绝夜出生 众人复合 旁边几桌 也有认识虞书的人 起来凑热闹 这些人都往虞书的府上 送过帖子的 但是时辰大海 好不容易今天逮着人了 怎么会放过 不大一会儿 虞书就被他们 连番地敬了四五杯酒 因是好意 他也不吝拒绝 只是这席上的酒水微辣 他在四天间忙了一个下午 空着腹 两酒入肚 难免不是 瞅着周围人是越为越多 一杯杯酒递到他面前 没完没了的样子 他不由地头疼 暗暗地皱眉 刚要再喝两杯应付 却从肩上探出一只手臂 月蓝的衣袖上 绣着松白的斑纹 修长的五指擦过了他的手臂 拿过他眼前的一杯酒 同时 一声悦耳的轻笑 在他背后响起 哼 自食趣地摸了摸鼻子 端着酒杯 退开了 虞书 暗松地一口气 回过头 抬起视角 入目薛瑞一张 斯文俊儒的脸庞 不禁地 眯起了眼睛 心中美滋滋地想到 嗯 这个男人 很是要得 薛瑞自觉地坐在了 虞书身旁的空位上 瑞玲笑道 呵呵 瑞哥 这么说可不对啊 我们是向连房姑娘道喜 怎么有你一说 道成了 我们故意灌他酒了 哎 连房 你来评评里 我们方才欺负你了吗 虞书瞅了他一眼 怎么觉得这瑞小爵爷说话 一股子怪味呢 薛瑞却没有等虞书开口 将手中的酒杯 随手搁在了桌上道 哼 那也要条条史后 今天什么日子 还是不要喧宾夺主吧 虞书一下子回过味来 对呀 今天是刘潭出宫立业的大喜日子 他在这儿一杯杯接一杯的敬酒 受人恭维 待会儿刘潭来了看到 岂会痛快 薛瑞是无心之举 还是故意的 虞书的目光稍冷 正要开口 就听到冯赵苗说 王爷来了 伴着院落中的一道呼号 众人纷纷地停下了言语 转头看向宴席的入口 只见依稀的罗兰紫袍 头腕金翅 肩披着玉兽的刘潭 在几名工人的簇拥下 背着手渡了过来 而他左右两侧随同之人 同样是夺人眼球 现任又令郎的景臣 众人大家都认识 而另一边坐着木轮推椅上的娇弱女子 却有不少人眼生 虞书看到坐在轮椅上的水云 皱了一下眉头 一些令人不快的记忆 全都跑了出来 夜深 最后一波客人从静王府结伴出来 众人在门前告别 刘潭亲自相送 整晚的美酒佳肴 歌舞享受 男人们都喝得有些高了 一个个被赶上门前的仆人扶上了马车告走 虞书 薛瑞 景臣 还有水云留在了最后 多谢殿下款待 我们这也告辞了 路黑 慢走 刘潭显然是今晚喝得最多的那一个 尽管途中离开喝过节酒茶 夜风一吹 白净的脸上是一片通红 公主府的软叫先抬了过来 侍女将木轮椅推到了台阶边上 虞书冷眼看着景臣轻松地将水云抱起 送往轿边 这一转身 水云便面朝向他 下巴乖巧地靠在景臣的肩上 精灵的眼睛 今晚头一次对上了虞书的目光 虞书整晚都和水云坐在同一桌上 两人中间隔着几个人 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当是互不相识 虞书还在想着 这小师妹是否知道了自己破命人的身份 就听到水云突然开口了 连房姑娘 他这一声唤 景臣的脚步顿下 背脊略有些僵硬 却无人看出 正在同薄醉的流潭低语的薛瑞 转移了注意力 淡淡地撇向了那个 没多少交集的龙虎山女弟子 虞书只印了一个字 嗯 啊 我有些私事想与你说 这鹰腿脚不便 明日请你到公主府来找我可好 水云的声音是软绵绵的 没多少力气 似乎是在请求 虞书却丝毫不给面子 冷声道 我有公物在声 无闲应邀 水云却执着地盯着他道 是件要紧的事 有关乎你的 我没兴趣知道 这种魔法它的基础 执着地益 有关乱的声音 痰转的声音 巨绵的声音